在金华城案 北检到底有没有泄露特定的消息给特定的媒体 要好来媒体舆论带风向办案呢 好 北检当然是起码说没有 但是自己说没有也没有用 他们决定了要分案来调查 那么在之前已经传唤过部分的周刊记者 今天则是传唤的是三例的记者马玉文 还记得吗 马玉文当时呢 他在跟他们家主持人在对话的时候 他有讲他进行这条线是检调线经营了七年 对于柯文哲USB所谓的1500不是指的是时间 指的是1500万挂200%的保证 那么就在今天早上的大概9点半左右 就被北检以证人的身份来去约谈 好 那约谈大概一个小时之后呢 他就要走出这个北检 但是一看到同业都在底下等候他了 那马玉文的动作呢 先是拿起镜子补了个妆 那再跟律师讨论一下 那最低呢 决定从北院的大门要搭车离开 那一路出来呢 脸都很臭 然后也没讲什么话 就搭车就离开了 那其实在马玉文之前呢 那北检也传唤了镜周刊的记者 还有林传媒的记者 包含马玉文总共是有五个人 那都被约谈 那被谈完之后呢 那北检也发了一份最新的声明 要来解释一下 那到底约谈之后查到了什么呢 到底北检有没有人放消息 好 他先告诉大家 在9月的11 12 16号呢 总共反正就传了镜周刊的 还有林传媒的 以及这个三立的记者 总共是五位记者 要来查明一下 他们的消息来源是什么 那经过了初步的查证 记者报导 系依据消息来源转述见闻 或依据多年采访经验 本案关系人之公开受访内容 及法院公布之新闻稿内容等素材 综合分析判断后撰稿 他的意思就是说 这些记者拿到的 就是受访者所说的话 以及法院公布的内文 那么加上他们自己就判断 所做出来的报导 所以呢 记者报导消息来源呢 通通都不是来自于 本署 廉政署 调查局及法院相关公务人 而且这些记者的报导呢 跟本卷证 诸多不符之处 所以呢 俗认本案侦办团队呢 绝无泄露侦查内容之情势 所以呢 北警要告诉大家 有了 查了 那查的结果呢 就是我们本署的人 完全没有人是泄露消息的 是记者自己透过公开的资讯 加上他们常年跑线的经验 所撰写出来的 所以呢 他请大家不要再任意的猜测了 不要再捕风捉吟 无端的再指责去本署 跟侦办团队有违法 侦查不公开的情势 而且他们呢 也要求记者 你要透露出 谁告诉你的讯息啊 或者是你们手机的资料 但是呢 记者说我要保护我的证人 所以呢 包含了 谁提供的手机部分 通通也都没有拿出来 那北警呢 是予以尊重 这是所北警所提出来的 最新的声明稿 另外来看到 这是最新的民调 民调做出来 这是台湾民意基金会 最新的调查 针对政党的支持度呢 民众党在最近微幅下滑了 1.8% 但是呢 该运作的还是正常运作 像他们即将要在宜兰 要开一个叫做国政 一个课程 放眼台湾局势国政 从地方做起 那开始要来招生 希望能够上课 那没想到呢 这个召开啊 这个公开书呢 一公布之后呢 相关的时事梗 也自然啦 就会加注在民众党身上 有人说你开这堂课 是怎么样 是要来教大家 政治选举的致富法吗 还是用ATM的理财呢 有人说是要教的是 理财乾坤大挪移吗 反正呢 能用的梗都用上了 那有兴趣的 你可以到他们的这个脸书 来去看 也是满满的讽刺梗 好 那接下来我要关心的是呢 即将明天就是中秋节了 目前在这些台北看守所的 这些积压人们的 能不能回家去过节呢 首先来看到 是微经集团主席沈庆金 他的律师希望 能够聚保停压 主要是因为他的身体 实在是觉得不太舒适 目前积压了15天 他就已经三度是介护就医了 所以呢 律师拼拼看 能不能让沈庆金 能够聚保停压 因为沈庆金早年 他是有罹患癌症的 好 那目前 原本说了最快今天 今天有可能会做出裁定 但目前我们接收到的消息是 这是台北地方法院 告诉大家 今天确定 是不会做出裁定的 所以沈庆金要来拼这个聚保停压 可能要等到明天 再看看我们后续 那中秋节当天的菜色呢 在看守所的部分 现在也列出菜单了 好来看到时候 柯文哲早餐 在当天吃到的是 广式瘦肉粥 还有香榫鱼早餐 午餐部分呢 吃的是脆皮卡拉鸡排 石井鲁味 开洋食书 以及白木耳莲子汤 晚餐部分 吃的是黑胡椒牛柳 三杯鸡丁 以及鲜笋 会双菇 石井火锅 民众党的立委 之前在 陈志涵的节目当中 就讲了 就说呢 中秋节啊 那怎么办呢 本来已经计划好 要来准备一些中秋烤肉活动 但因为现在主席呢 人在看守所里面 所以也没心情了 那没想到这时候 陈志涵呢 突然就大喊了一句说 主席在台北看守所 那还是我们到外 北所外去烤肉 那当时陈志涵呢 稍微用笑的方式 讲述了这句话 不过在底下呢 也引发了部分的人 觉得说 嗯 你的主席都已经关进去了 你还这么开心吗 就有一些正反论 就稍微站了起来 好 那再来看到的是 现在呢 陈佩奇 人在外面 前一阵子 他还不是开一个 类似像是媒体专访吗 讲述了 他们家的金流 到底是怎么样 甚至在保险箱里面的钱 如何如何如何 那现在时事评论员 黄耀明就认为啊 检方现在让陈佩奇 在外面 他怀疑 他的检方的做法 是不是好啊 反正你丈夫 现在在里面嘛 那现在我们就查不清 你丈夫的金流是如何 那柯文哲也讲过嘛 说钱呢 都是他太太在管的 所以是不是故意 放陈佩奇出来 那你出来之后 你也知道目前相关的事件 会怎么走 所以你可能会联络 哪一些人 哪一些银行的交流 你的这个金流 是不是就可能有脉络 让后面的北减 来去补呢 这是黄耀明他的认为啦 所以他不排除 检方可以把陈佩奇 留在外面 然后呢 去看一下陈佩奇 是如何去理财的 平常跟谁联络 然后从他的路线当中 然后去找 有没有可能有一些蛛丝马迹在 但他的意思是说 万万没想到 结果陈佩奇呢 直接开一个记者会 那用北减没想过的方式呢 直接公布了他们家的一些金流 让他们吓了一大跳 那民进党的立委 吴思尧呢 他则是看完陈佩奇的 目前处理的行径呢 他认为 陈佩奇呢 是洗钱罪 可能的潜在被告 也可能是协助柯文哲 涂利或贪污的共犯 选择性接受媒体专访 那么谈 已经设定好的话术 这恐怕涉及的是 隔空串政 所以呢 吴思尧希望陈佩奇啊 你还是低调一点比较好 好那事情看到这 其实新华城的事情 也延烧了这么多 那么今天也再一次 传唤了记者来答案 看看整件事情 是不是有人真的泄密 所以到现在为止 你觉得司法还公不公平呢 好这一点 你怎么看 我们欢迎你在聊天室上写下来 而时事评论员也是前立委呢 郭正亮 他就认为啊 现在柯文哲遭受到的是 根据很多民调所显示 还是有人认为 柯文哲遭受到的是政治破坏 还有相近三成的人认为 审理不公平 民众党正在塑造一种 司法不公的气氛 媒体不断爆料的行为 更是激怒小草 上一个民调就说 你这么认为 柯文哲被政治迫害 那有26.8 然后又问说 你认为审理公不公平 对不对 那我印象中也有将近25 认为不公啊 没有没有 好像29 更高28.6 28.6更高 所以我觉得 就是整个司法不公的诉求 氛围 而且氛围越来越重 因为上礼拜 坦白说啦 拿到了那个侦查中的讯息 在外面不断做文章 我觉得大概很多小草都被激怒了啦 所以我觉得 而且柯文哲到目前为止 你也没有查到 真正的一腔毙命的金流 我觉得北检现在也是 已经转向在巩固图利益决策的市政 对金流 也看不出有什么办法 因为 坦白说啦 如果真的 如有一些人所讲说 USB里面有冷钱包 那那个加密货币专家 不是已经进去一个礼拜了吗 怎么到现在都解不开 那这个人好像专家不够这样 据我了解这个人是蛮专家 所以我是认为大概是没有啦 这个也是柯P 民众长未来一定要走的路嘛 就是一审 你要为自己辩护 说你这样 只有两个方向辩护嘛 第一个是这个不构成图利 第二个就是我没有介入那么深 当然就会让一些小草 稍微回魂这样 我觉得跑掉的大概就是政治现金 乱七八糟那时候 那那个就是广义的 对他的治国能力的失望 还有你的财务长啊 总干事怎么会干成这样 除非他有进一步的金流对价 不然大概就是这样 他大概就挺在12这里 那这个民众长是个好消息 2026台南市长蓝绿针锋 虽然是还有一年多的时间 不过上一次虽败犹荣的立委 谢龙介15号上节目时他表态 如果他真的能够当选台南市长的话 他只会做一届四年 他说明原因 是因为看到绿营在台南执政三十年 但是呢 每一任的市长虽然都有做满八年 但前四年都没有再建设 而且连任之后呢 才想到要做事 但做事的过程当中呢 还在望着中央有没有官员直缺 让他决心 努力拼个四年 可以让台南市民回念他四十年 而相对于绿营则是口智一尽 陈廷飞王定宇都很低调 表示说主席呢 赖兴德有交代要认真做事 台南市长的选举等到了再说 很显然是刻意在冷处理这个议题 台南市过去三十多年来都是民进党之政 而且几乎每一任市长都是干满八年 那前四年呢都几乎没有建设 都是等到第二任连任以后才想要来做事 但是连任以后呢 又观望中央有没有好的缺 所以像我们的赖总统清德兄 前四年他说他都在做规划 未来的四年希望让台南大进步 所以我个人才会说 假如我能够当选市长 我只做四年 我用这四年的日以继业 来换取台南市的不同 四年之后再把选择钱交还给台南市民 让他们有选择为台南市 进步最优秀的人才的权利 所以我才会说 你让我做四年 我让你怀念四十年 可是我如果有机会 动选台南市长 我只做四年 主席已经在中场会当中 三声五令要求我们的党员 不要在媒体当中讨论2026 所以现在我们就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为国家团结一致 为未来共同努力打拼 这才是我们现在最重要的责任 党主席赖兴的总统三番两次都提到 先把现在的工作做好 那不管在中央的执政 或者是地方的服务 把本分尽好 让人民了解民进党是做事的团队 至于2026年的选举 时候到了 到时候再讨论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赏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护我在阳光下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腻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GF D D D